2023新款的别克军越,外观一改原来的商务稳重风格,变得非常年轻时尚,有科技感了,看图片呢,不怎么好看,但是看到实测非常豪华,高端,身边的麦腾凯美瑞根本没法比, 内饰匹配了一块30英寸的曲面6K大屏,非常清晰,车机方面,新款别克军越将内置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,这个级别是车子,唯一能给你这个芯片的就是它了,这样的车机呢,使车机时的更加的流畅,用起来更顺畅, 而且,这个挡霸变成了怀挡了,分别提供了1.5T和2.0T两种动力配置,可以选择,其中1.5T呢,它最大马力180,2.0T还是以前那个LSY那个2.0T涡轮扎发动机,237的马力,350的扭矩,同样匹配,通用自主研发的91T变成箱, 这些动力准程呢,和凯迪拉克、XT5、XT6和这个别克的军越、军威,都是一款发动机变速箱啊,能用主,供应换代了,绝对没有任何问题,并且整台车的隔音基因方面,又得到了一个大的一个提升,货币箱也是非常大的啊, 个人认为呢,跟外观相比,它这个内饰这个屏幕呢,总感觉有一点点廉价,就像这个别克微朗一样,如果变成一种内嵌式的曲面屏, 我认为会更加有凸显高级感,那么小伙伴,你们认为别克军越这款车怎么样,有什么不同的建议和想法,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拜拜,再见。